今日江苏苏千有名女子在家割腕自残 被120救护车送往医院 但随车的医生却被女子的丈夫及朋友谩骂和殴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起来看 8月26日 江苏苏千一名女子在家割腕自残 120迅速将其送医 救护车到达县医院后 因为高某某的妻子 一是心形可以自行行走 所以随车医生 是心形下车 没有对高某某的妻子进行搀扶 高某某的朋友王某某看到这种情况后 对随车医生的行为感觉到不满 随后与随车医生发生口角 期间王某某的情绪越发激动 从辱骂升级到拳打脚踢 高某某也参与其中 因为当晚高某某和王某某喝了不好酒 一是冲动 随后对这个医生进行辅骂和殴打 事后 两人对殴打医务人员一事供认不讳 并表示十分后悔 目前高某某因殴打他人 被我局决定行政拘留12日 并处罚款500元 王某某因侮辱 殴打他人 被我局决定 合并执行行政拘留15日 并处罚款500元 鼓作为同胞 我今天决定了 我今天决定了 温过的灶状 我今天决定了 很明显 我愿意